书法可说是一门自我治疗的艺术 它不但可以陶冶性情 对病人的情绪还起着调试作用 陈篤生医院就通过书法展 鼓励病人学习书法安定身心 这也是陈篤生医院治疗艺术计划的一部分 由陈篤生医院和长青书艺协会主办的 书艺延年书法展展出了120多幅作品 供医院内的病人家属和员工欣赏 配合农历新年的到来 主办当局金言台展示了春联以及老虎的水墨画 为医院增添些许热闹的节日气氛 这些作品都是由长青书艺协会的12名儿童 和46名成人会员所创作的 主办机构也请来表演嘉宾 演奏中国传统乐器 现场还有茶艺示范 令人和公众可以亲自品尝好茶 书艺延年书法展将一直展出到星期天 公众可以前往观赏